这边进化用了三十几亿年 那我们现在是可以进入太空阶段了 我们出发吧 这边再放烟花庆祝 现在天空发射火箭了 好的 我们现在是要制造宇宙飞船了 宇宙飞船有什么属性没有吗 似乎是没有属性的 只是形态上的区别 可以增加各种部件 水上的飞机的 然后还有武器都是可以加的 那我们就来稍微制造制造吧 搞个龙舟怎么样 来放大一点 让我看看 那再给龙舟边上安个这玩意 我们甚至还可以装个这马蹄上去 马蹄放在下面 虽然是放在下面的 但是它们实际上还是一体的 有点那种无线充电的感觉 不错 搞个宇宙翻船 可以 来几个当装饰吧 当个救生圈 在这里 宝石号 装饰给它添满 nice 就这样 再来装一点武器吧 马蹄下面 马蹄下面再加一个射线 好了 那就这样吧 我们的宇宙翻船成型 银河之神 在一个连续的游戏中 你将一个物种巴拉巴拉 这就是我们的宇宙飞船发射了 感觉还是蛮厉害的 好的 我们总算是进入太空了 来看一下我该怎么开这个宇宙飞船呢 左三角是我们的那个任务 让我们现在飞过七个城市 就是让我们来操控飞船吗 练习练习是吧 这有什么好练习的吗 好的 飞过最后一个城市 好的 接下来呢 我要去扫描一些什么动植物 这是一种新的物种吗 哦 这不就是我那个时代的时候 有这种人来抓我们吗 我们现在也要去抓人了 来 抓一只生物 哦 它如果从高空坠落的话 就会被摔死 太可怜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搞一只生物丢在城市里面 哎 它直接被摔死了 看来得轻一点 我的天哪 我感觉我在折磨它们 好 选择这个生物 慢慢的放下来 好的 任务完成 那有一些生物呢 它是有病毒的 哦 要把这种带病毒的小生物给消灭掉 它们太可怜了 但是我们得瞄准一点 就是不能三级无辜了 这个星球上还有很多这种带病毒的生物 我们都把它消灭了就可以了 这里好多哦 它们会传染开来 赶紧 好的 搞定了 我们现在要飞出星际了 呃 来安装一个这碗页先 星际驱动器 怎么安装呢 要购买 哦 OK 我们要去外太空了 这个星球上的任务已经解决了 我获得了徽章和船长的头衔 哇 这里一共有这么多徽章吗 太多了吧 还有我的一些武器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哇 这个系统有点复杂 光这个阶段就可以让我玩好久了 我感觉 那解锁对应的武器呢 需要对应的勋章等级才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离开这个太阳系吧 哇 直接可以出来了吗 哦 哇 我离开这个星球了 我可以去到其他星球去那个了 我们现在这个星球看一下吧 梦西闹是行星 你不能接近一个瓦斯巨人 他太危险了 哦 这里面都是瓦斯 这个星球会爆炸 我们那我们找这个星球吧 这个星球明显是有生物那个的吧 产生的 好的 我们进入星球了 瞧我雷达里面发现了什么 一艘 一艘最毁的宇宙飞船 我们来扫描一下看看 地上有一些符号 有个箭头指向了这里 没有生命体征 残海里面有某种传输关束 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哦 有什么东西传到我的船上来了 我的船看起来好 好高科技啊 那这个星球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那个吗 好像并没有了 走 我们离开这个星球 这是一个荒芜的星球 那我想去这个卫星上 我们的卫星去看一下 无人占领 这就是一个土坑 但是上面呢 有很多这种矿 哇 其实这样子还挺爽的 一直在这边游走 这什么东西啊 被缝合起来了 这个星球是被缝合起来的一个星球 这边都是那种线条缝合的痕迹 太夸张了吧 好的 那这个阶段呢 我们实际上是要离开太阳溪嘛 再往外面飞飞看 哦 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系 我要进行星际传说了 我们来这个代号必行疾备之星 来这边看一下吧 我怕我等一下回不来了 我是个路痴啊 不过应该有导航吧 这个星系呢就一个星球 流光什么 流光黄金之星 哇这个名字 雷达上发现了什么东西 我们去看一下 哇这个阶段好好玩哦 探索星际 这是外星文明的遗迹 我们去看一下 跟哪呢 在这边 我们来扫描一下 一无所获 但看起来发生了某种反应 扫描器触发了移民地的防御 这些无人机里面有通讯的信号 警告发现格洛克斯入侵者 所有格洛克斯入侵者都被消灭 他一直说什么格洛克斯 哦他要打我们了 那我们也得战斗了 这战斗 我就点就行了 打掉一个 我们还是挺厉害的 这应该是什么教程观告 我就乱点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 没有闪避 那行吧 那我们就赢了吗 好的 这个星球上的东西不是很多了 我们回到自己的星球上去吧 走 起飞 哦还要再缩小 哦好的 那我们回家吧 这外面好多星系啊 我的天哪 先回去 这个阶段还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 其实重复性太强了 就都是一些AI生成的生活 如果一个星球是一种物种的话 那种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先回家 好的 那我们发现我们在宇宙当中呢 其实并不孤单啊 然后我们的科学家研发出了星际推进器啊 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哦 我们还要移植出去啊 好的 我该如何建立起殖民地呢 呃 不知道 我们先出去吧 还是不太了解这个机制啊 我们先到我们旁边的这颗卫星上去 来把这里给占领了先 哦 我要在这里插个旗帜 标记一下 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这里呢 就会出现一个城市 哦 我什么都不用做 这里的地形呢 并不适合建造这些东西啊 好的 那这个星球呢 已经被我们占领了 那我们先回家吧 回家汇报一下 每次都要回家汇报 很麻烦 没有什么通讯 什么专制嘛 我们要截取别人的信号 来调查外星的高级文明了 然后呢 我们甚至还有翻译器 可以跟外星人进行交流 好的 我去哪里找这些外星人呢 我还无法确定通讯专制的位置 所以你需要探索一下 所以我们需要探索一下 然后反正就是出去到处走啦 找外星人去 这满满宇宙让我去哪里找啊 我刚才似乎有看到一个 哦 这边有信号 雷达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体 哦 这是一个稀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收集它 然后去卖掉 就仅此而已吗 那我们把它拿走 哎哎哎哎 拿走了 拿到了 松绿石 不能靠这些星球的地表太近啊 不然会受伤啊 距离 哦 这边有信号 这边有信号 来 跟他们交流一下 非常好 新的生命 高帽子 邪恶帝国 欢迎你的到来 怎么称呼 我以和平的名义到来 站住 我从前大 哦 这决定了你的姿态是吧 那我们就先不那么暴力了吧 先来结交一下吧 我是和平的名义而来 愿您的世界 脂肪也卯 这是一种荣誉 哦 它要跟我们交易 我们可以维修飞船 也可以给我们充能 我们先充个能吧 我们的能量不多了 然后跟他外交一下 我们可以给他礼物 可以跟他建立贸易路线 还可以跟他谈论哲学 哦 想要跟他们做朋友 就得送他们一些东西 他们要这种草药 我们就得去找这种草药给他 那我们去找草药吧 毕竟是在宇宙中遇到的 第一个高等种族嘛 只有六分钟 我必须得到这个飞红行星 采集样本 哦 猴飞红行星在这啊 我的天哪 我找了半天 好的 好的 赶紧去交任务吧 任务时间 只有四分钟了 那我们总算是把这个任务交了 我们回自己的母星去吧 那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呢 也有获得了一些钱了 然后也得到了一个朋友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是贸易 把这个鲜料给冒出去 冒出去 卖出去了 来 已经可以跟大家通讯了 哇 三个四千多 可以吗 在家里好像只能卖二百多 哦 一个四千多 那我们这样吧 看看满满宇宙我们可以走到多远的地方 哇 这个是银河系吗 我们现在在这个边缘 我们一直往外走 看看能走到哪里 好的 那我们在它这里贸易一下吧 我刚才捡到一个东西 哇 这个鲜料可以卖一万多 我之前还卖便宜了 这里有一些信号 我们进来看一下 它这边鲜料只要三千多 那我如果把这里全买的话 而且它殖民地只需要一万一 那我也买一个 我们家要一万五 我们再去这里给它卖了 这里不是收那个鲜料一万多吗 它卖一万四啊 那我一来一去不是赚大法了 诶 我好像找到了生财之道啊 全都卖掉 哦 这生意可以 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这样子来来去去吧 它们这家是收最贵的 我们要记住它在哪里 呃 这个游戏玩到后面呢 有点文明的感觉 太空文明了 感觉也挺好玩的 但是呢 如果做成视频的话 就可能不是特别好看了 而且也不太好剪啊 就一直跑来跑去做任务 那我们就先这样吧 这个系列 我看看接下来 呃 可不可以找到一种 比较好的方法 那我们就继续更新 其他系列的视频了 反正这个系列 应该也没有什么人看 哦 那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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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